我們回應一下這個網友 伊富哥 他說你上工 你不能再趴著說話 因為沒有桌子 你之前是怎麼在桌子上趴著說話的 也沒有啦 也沒有 就是比較慵懶一點 有桌子可以靠著 比較慵懶一點 那你有希望我們製作單位 幫你搬個桌子來嗎 還是你感覺這樣也不錯 我覺得一致標準就好 商人都要有桌子 還有啦 伊富哥 他說你小時候的衣服不好看 對啊 你沒有在穿 你喜歡穿那個黑西裝 裡面的一頂粉紅色襯衫 他問你的白術是什麼 這個我也不知道 那不是內套嗎 不是啦 沒有 因為我的衣服連我爸都選 好像洞洞裝 這件蠻特別的 我過年的時候我爸問我說 你小時候沒有錢買衣服 我穿著那幾頂 那我這幾天很痛苦 到處找衣服 那你說那個內套我有去找 我們那個桃園清浦那個環球購物中心就有 我有去找 我也挑中了 結果沒有我的尺寸 他說剩零碼的 你要去哪裡 內套還沒有你的尺寸 我現在的尺寸比較散啊 對 這就是沒辦法 好啦 這不是今天的重點啦 不要問這個啦 是啦 現在大家都在吃飯在休息啦 聊一點輕鬆的 搞不好人家真的晚上回去你就看到很多人私訊你 求外套的牌子 我再查一下 王一串同款啦 現在在拍賣上面會賣 對啊 到時候那個廠商就找你代言 好 那我們就回到立法院來看下一張喔 就是說 今天早上立法院當然這個 除了吵這個食安專案報告啦 施政總質詢之外 接下來好啦 不管怎樣啦 反正接下來照著開議的順序走下去 開始喔 就會開始有一些案子 大家真的要來對決了 柯建民啊 他昨天就先出手啦 他就在這個臉書上就說呢 國民黨現在根本就是憲法法盲啦 還說什麼 好像說要把自己當作這個憲法怪獸 怎麼說呢 像他們就說 什麼國會要有聽證權 首長同意權 還要組這個國會特徵組 然後呢 要求賴清德來國情報告呢 還要急問急答 人家賴清德也說他願意去 但是國民黨就說 我要跟你QA啦 那這個 呃 還有一些像是NCC委員的部分喔 要剝奪隔魁人士的決定權 這個 義福哥 你怎麼看 就是說 現在的國民黨團喔 在這個 副總召 副昆琦總召 因為我每次聽到副總召都以為是那個正副的 副總召 哪有一個副總召這個職位 在他這樣子喔 好像很主導的狀況之下喔 我覺得一件事情 當然柯建平講這些事情 當然我也不是全部都認同啦 當你說臨時會 我一定認同臨時會 在會集中召開臨時會是危險的 NCC依照政黨比例分配的時候 這是翁曉玲要提出來的 翁曉玲以前是NCC的委員嘛 但是NCC依照政黨比例分配 這個是被大法官釋憲為危險的 因為剝奪行政院的人事權嘛 這個也毫無疑問 為什麼要提再提政黨比例 這個我就不太懂了 已經被宣辦違憲的事 副昆琦的戰斧飛彈啊 這我就有點不太懂了啦 當然既問既答的時候 你得邀請這個總統進行國情報告嗎 這就憲法上面的得邀請 當然賴清德得不來 這個都是相對的 可以邀請可以不來 但是如果來的話 能不能既問既得啊 既問既答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是有憲法爭議的 還有你面對一個總統 來報告國情的時候 你既問既答 打斷一個總統的完整陳述 適不適宜 這是一個問題 當然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裡面 一個是總統來說明國情 是立委可以提出問題 為什麼叫說明提出問題 因為他沒有監督的關係 所以不能用質詢跟背詢 這個用詞 因為他們沒有監督的關係 所以看得出來 你不能用 跳出憲法裡面的規範 那當然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裡面 它是規範的很清楚 它是說針對立委對國情的提問 經總統統議後 可以做綜合說明 連綜合說明都要總統統議以後 它才進行綜合說明 所以你從憲法上面的層級 到立委員職權行使法 法律的層級上面來看 既問既答 基本上是構成了 有一種制衡的關係 監督與制衡的關係 這個在憲法上面 百分之百是違憲的 總統不歸屬立法院監督 所以這一點我也覺得 既問既答也是一個不遺的 但第一個我是無法完全認同 因為首長同意權絕對是違憲 包括有國民黨的立委提出來說 什麼三分之一提議 三分之二同意以後 立法院三分之二同意 就可以任免行政首長 這都屬違憲範圍 但聽政權 聽政權我是打問號 因為聽政權有分首長聽政權 跟事件聽政權 585號解釋文 的確是給立法院的調查權 聽政權是不是可以歸納為 對市調查聽政的一部分 怎麼規範 這個是我認為是可以考慮的部分 藐視國會罪 這個其實以前討論過很久了 曾經有人提過修改 立法院職權行司法要訂定類似的東西 就侮辱國會罪 藐視國會罪 其中曾經提案的人之一叫盧秀燕 盧秀燕也提過這個案子 就是說我們剛才都討論過盧秀燕 盧秀燕也提過 但這一個案子現在大家的一個爭議是 你藐視國會罪 你要對藐視者進行怎麼樣的處分 那個處分才是最大的問題 你有沒有行政法的權利 如果你是刑事法 你還必須推到法院去處理 處分的話就是說 叫他以後不准來立法院備詢 爽死了 那爽死了你不是以前在議會裡面 被趕出去在那邊打手機 在那邊玩手機 看你被趕出去太爽了 又把你叫回來罰站 都拜託你處罰我 把你叫回來罰站 太爽了 所以藐視國會罪你一面的 你要怎麼處理 你是要行政法還是刑法 這都涉及到立法院是否本身 預約了司法權的問題 其實這是一個很矛盾的問題 那國會特徵組我常問國民黨一件事 國會特徵組他到底是 常設性還是非常設性 因為如果你們 國會通過了調查權的行使法律 他會經過院會同意成立一個 調查委員會 就像現在的調閱委員會 個別事件 調查委員會 你對事件去調查 難道以後所有立法院的調查委員會 就叫做國會特徵組織 高端調查委員會 國會特徵組織 瘦肉筋調查委員會嗎 對啊 你國會特徵組的定義要擺在什麼地步 但這個國民黨這樣子的主張看下來 民眾黨要 可能要同意這裡有鬼啦 可是那許甫你們內部跟這個雙黃 就是黃國昌 黃珊珊 也不只是雙黃啦 其實我們等下民眾黨 我記得像特徵組的部分民眾黨 我們從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反對成立特徵組這件事情 我們認為現有的司法機構 你應該讓他公正獨立的執行 這不是說你另外在一個太上皇機構 去嫁一個特徵組 那代表說現在的司法人員 你是對他不信任嘛 你是覺得這個司法制度失禮 你才會要一個特徵組 不過國會聽政權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有提出來 就像盧秀燕的事件 當然它是一個這次的個案 但未來如果類似 像說其他的首長或什麼的話 就不用在那邊吵來吵去 如果你修了國會聽政權 未來你對相關應該要到立法院 來做備詢或來做聽政的人 你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規範 那現行的規範來講的話 好像就我看到就有什麼 究局 然後糾正彈劾 那我們之後修法希望針對 第一個 如果你有文件隱匿的狀況的話 你要增加法環部分 第二個如果說 應邀到備詢的人員 沒有政當的理由 不得拒絕出席 這是我們未來在聽政權 想要修的方向 希望說加強國會監督的能力 那另外再看到說 賴清德這個國情報告急問急答 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這次賴清德應該是40%當選的總統 他是一個比較相對脆弱的少數 也就是說他必須 去聽大部分的民意在想什麼 去年4月的時候 我記得在選舉的時候 柯文哲第一次先提出來 就是說如果他當選總統 他會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這件事情當時民進黨 第一個先跳出來違憲 但是隔幾天之後有改口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民意上面的壓力說 他們是希望看到總統 到立法院面對民意的 不管是一個交代或是一個交流也好 所以後來包括侯友宜 包括賴清德都有做出 相對應的承諾說 我未來如果當選我會到國會去 第一個我會報告 第二個我會聽取立委 足弓的建議之後 我會做一個回覆 好 那既然如果憲法層次 是這樣規定沒錯 可是如果要回應民意的話 能不能 我總統自己沒關係 我知道憲法這樣規定 但是我可以 我還是可以跟立委 來做即時的答覆 立委不用打斷我的話 我講完立委問 問完之後我回答 如果總統自己願意的話 當他願意把自己的權力 釋放出來的話 我相信這是對民意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回應 最後我要講的NCC委員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應該 目前為止不同意的 因為我們覺得說 公正獨立的機關不應該是用政黨比例去分配 那就變成他失去他原本政黨的超然性了 所以說 但是如果未來這種 相關立法院要投的人士的話 我們希望是記名投票 讓每一個委員你投給誰 這是必須要負責的